上周六我带妹妹家家去做了体检 肝肾这些都没有问题 甲状腺也检查了也没有问题 但是她的血糖高到20个点 就是吃糖多运动少 所以现在我再给她蒸点玉米馒头 炸凉馒头 让她不要吃那么多白面馒头 酱糖啊酱糖 我把这个玉米面又发面发了一大盆 你看呀长得两倍这么大了 把发好的面拿到这个面板上 开始给它揉成馒头的形状 这次我活的面比较多 因为上次蒸了九个馒头 我们一顿一下子吃完了 这次我活的面稍微多了一点 你看发面一下子发的那盆满满的一盆了 现在把面拿出来给它反复的揉一下 人家说如果你想要馒头揉到又光滑 又筋道又好吃的话 馒头就要揉150下 所以我就反复揉反复揉揉了真的带有150下 你看这个面揉的还是很光滑的 这次我准备蒸一点长形状的 再蒸四个圆形的 把中间的形状比较好的做成长方形的 那能边角料我给它揉一下 再做成四个圆的 你看还挺圆的哈 做得不错哈 现在拿到这个蒸笼里面 第一层放这四个圆的 挺漂亮的再摆上 再把这个蒸笼第二个再摆上 这第二层 第二层就放这种长方形的 这次我这个馒头长方形的 就是比较大 然后也看起来比较急 不管怎么样吧 想给它蒸上再说吧 给它弄35分钟 这35分钟我淹湿拍摄的 你看馒头编大的过程 馒头蒸好了 要焖个5分钟左右再打开 避免热胀冷缩 馒头会塌下去 打开看一看 馒头这次蒸的比较松软 这一次的馒头我蒸的特别成功 你们看哇多么鲜的 哇一个人都弹起来了 这次蒸的真是很漂亮 哇掰开看看 哇非常非常松软 看起来都很好吃啊 好好吃啊 嗯 好软 这次蒸的真是松软 好吃 我拿给妹妹吃去 吃饭给家 我刚蒸的馒头 你尝尝 大块的做点 吃一个 吃这种馒头热量少一些不会脏胖 你尝尝选不选 选不选 选不选家家 好不好吃 好吃 就说菜吃啊 这是大茶的粥 我给你盛了一碗 大茶的粥 然后我炒了一个菜 我还炖了还有鸡肉 鸡肉还没炖好呢 先吃点吧 吃点馒头 你看馒头多鲜 是不是 炫不炫 小狗都急坏了 大方也想吃 你给大方口一点的 口一点我刚给大方吃 我看他吃不吃 别啃了些 别啃了些 大方吃吗 大方喜欢吃馒头 哎呦 掉掉了 球球捡走了 小伯爷来了 好吃吗 姜姜 好吃啊 对 就是这个鸡蛋 那个磨 吃吧 整呆子 是不是 佳佳 好吃吧 想不想回到小时候 这个辣椒炒鸡蛋 就是这个馒头吃 哇 嗯 吃得好饱啊 好 炒肉菜 OK